甲状腺结结一般情况像是说,在甲状腺内的肿块,吞咽时随甲状腺而移动,这是比较常见的症状。 这种症状可由多种因素所致,比如甲状腺退行性变,沿着甲状腺功能靠近等。 甲状腺结结在中年女性中比较常见,甲状腺结结不是肿瘤,也不是甲状腺的气质性病变。 所以,如果较小的,对身体肌甲状腺没有明显的影响,是不需要的,定期复查就可以,一般第一次复查是三个月后,复查主要是查个彩抽和假工,第二次复查是半年后,如果一切正常,之后保持半年到一年的复查频率。 一般在甲状腺结结几个单发,也可是多发的,从调查来看多发结结相对于单发结结的发病率比较高,但单发结结假状腺癌的发生率相对较高,混合性结结一样,也有恶性的情况出现。 而单纯的脑性结结和恶性的几率较少,建议低点饮食,少吃海带等,注意保持情绪稳定,避免生气激动,清淡饮食,激辛辣刺激性食物,作息规律,保证充足的睡眠,上熬夜。 很多人可能对于甲状腺癌这一疾病所具有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,究竟对于甲状腺癌这一疾病的发病,大家应该要进行怎样的诊疗呢? 事实上,甲状腺癌和大部分的恶性肿瘤一样,要想做好该疾病的预防。 在平时的生活中,大家要注意做到定期随访,一般建议一年至少要体检一次,一旦发现有甲状腺癌结结的存在,此时建议患者们三到六个月就应当要去进行复查。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,通过复查而最终判断,究竟这个结结,是属于良性的还是恶性的,以便尽少进行相应的诊疗。 由于甲状腺癌结的体积是比较大的,在生活中有些人比较比较瘦的话,一旦罹患甲状腺癌结疾病后,就会较为明显。 研究发现,在确诊结结存在人群的中大概,有百分之五可能为恶性的,此时患者们最好是能够在专业医生的诊疗下,在派别如何进行是比较科学的,擅长,甲状腺癌,食管癌,肺癌等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,化疗,放疗起癌症止痛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